风雨中的灵修笔记 秋天转凉了 想起有一种暴力 叫冷 最近在网上搜寻冷暴力的问题 冷暴力其实是一种精神虐待 借着不同的专家分析 症状都是大同小异 如果是发生在非婚姻关系时 不再来往也就罢了 若是长期身处在冷暴力的婚姻关系当中 受虐者很容易进入抑郁 自我伤害 房间会教你这是精神虐待 建议你提出诉讼 寻求心理辅导 更多的人选择结束婚姻关系 难道就没有别条路可以走了吗 一下是看完幸福来敲门 你在婚姻冷暴力中的观后心得 冷暴力的问题除了会发生在婚姻关系之中 也会发生在亲子同事同工之间 越亲密的人越会发生 千万不可忽视他带来的负面效应 以下是成因及解决方案 详见妇党及影片 施虐者一般是无法体会及同理 受虐者的感受以及所受的伤 而受虐者更是不明白 施虐者到底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通常受虐者是属于比较天真 喜欢分享的人 而施虐者通常是发生在自恋 自我为中心 无法有同理心 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冰山只是一角 受虐者被施以冷暴力 及长期被贬抑 及吸收负面情绪时 就会开始自我怀疑 自责 自我否定 重者会进入抑郁状态 甚至隐忍到极点 在一次的引爆点之后 就会歇斯底里 如何面对冷暴力 首先 不被施暴者影响 要肯定自己的价值 店员先跟神接通 而不是跟施暴者沟通 更多方式 可以点击一下连结 幸福来敲门 你在婚姻冷暴力中吗 婚姻为何会出现冷暴力呢 一 长期沟通不良 懒得再讲 二 借冷嘲热风打击你的信心 三 拒绝沟通 一 冷漠伤害你 四 想以此威胁达到自身目的 五 自尊受伤 关闭情感交流 如何面对婚姻冷暴力 一 保持冷静 勿大吵大闹 二 分析彼此性格特点 三 承认自己的无助 四 找专业人员辅导 五 增强自信 不要自我控诉 六 维持正常生活 七 寻找其他满足感 八 以其他方式交流 九 试着营造温馨气氛 十 设立底线 划被动为主动 片中 举出许多克服冷暴力的案例 及应对 是的 冷暴力的成因 跟解决方案很多 但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成效 在下达最后通牒 及结束关系之前 与其急于沟通 不如先为自己 也为对方祷告 恢复正常度日 并且在对的时机 拿回沟通的主导权 但两人若是都选择不沟通 就会长期在恶性循环之中 此时 受虐者若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 对方也不说明的时候 记住 不要有失去被爱的感觉 不要自我否定 不要自我伤害 长期现在自虐 自怨自爱 以泪洗面里 进而让自己进入抑郁的状态 变成有病的 是受虐者 抑郁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造成施虐者 有正当的理由 来控诉你的情绪 勒索 歇斯底里 在陷入想不开的深渊时 提醒自己 并且自我肯定 告诉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父的宝贝 神顾念我们 记得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用以下经文祷告 拒绝让施虐者 挟制你的情绪 仰望蓝天 向天父支取力量 让自己不因人的过错 来惩罚自己 求神帮助我们 不成为施虐者 也避免成为受虐者 天父爸爸爱你 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经文分享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书 一章九到十节